嗨,你好呀 星星猫今天也准时在这里等你了 工作了一天,辛苦了吧 正好,来听听今天的新故事 好好放松一下劳累的精神 今天啊,我们正好要说一说工作的问题 我们每天忙忙碌碌 有的人做的工作看上去也格外辛苦 在我们的习惯中也总是会很感慨 某些人真的是很不容易 还有的时候也有人会自怨自艾 唉,为什么我摊上这么一个倒霉的工作呢 我的辛苦又有谁知道呢 别人的工作似乎总比我要轻松啊 是我的错觉吗 对于这些问题啊 还是先不要忙着讲大道理 翻开蔡老师的漫画禅说 先来讲一个关于工作的故事吧 话说呀,有这么一位老和尚 趁着烈日当空拿出腌制的菜干 一片一片一片的整齐地铺在竹板上 他擦去快要滴下来的汗水 背上的衣服早就湿了一大片 有一位禅师正好经过这里 看到此情此景就停下来观察 看到老和尚这么辛苦 就忍不住走向前去问他 老和尚啊,您今年多的岁数啦 快七十喽 您年纪这么大了 为何还要这么辛苦的工作呢 一定是那些年轻和尚偷懒 我工作呀,是因为我就在这里呀 老和尚神采奕奕地说 那您也不需要在大太阳底下工作吧 因为太阳就在那里呀 我要晒菜干 当然就要在大太阳底下晒呀 不然我要拿到哪里去晒呢 到屋里晒吗 你说是不是呢 老和尚说完这番话 又回头去做他的工作了 这位询问老和尚的禅师啊 能体谅老和尚的工作辛苦 当然是好的 但是他却没有想到 老和尚的工作 是必须要在大太阳底下做的 很多时候 能够心无旁骛地 与工作合二为一 才能真正地乐在其中 而且 如果站在佛家的角度来看 辛苦的工作是付出 是播种 是为自己种下的福田 我们每天的辛勤工作 也是一种修行 当我们总是质疑自己的工作 到底有没有价值的时候 不妨先想一想 其实啊 我们不比其他人更难过 工作就是工作 就像山即山 水即水 并没有什么不同的 每一件工作 乃至生活中的很多事 我们选择了这件事 就势必要依靠这样的规律 尊重这样的规律 就如同故事里的老和尚所说 难道不在大太阳下晒 要跑到屋里去晒吗 每当兴起抱怨之心的时候 不妨想一想 老和尚的这句话 有很多事 无非就是 因为我在 如此而已 好了 天不早了 晚安吧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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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